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来看一下北约 北约的秘书长已经在位十年之久了 是史托腾伯格 终于新人接棒 他把职务交给新的北约秘书长 外号不沾锅的前荷兰首相叫吕特 而新北约秘书长立刻提出了 北约的三大优先任务 要加速北约增强兵力 支援乌克兰 还要拉近全球的伙伴关系 国境仍然面临中东战事严峻升级 美国总统大选也只剩下不到40天 所以北约新秘书长一上任以后 就不会有任何的蜜月期 与前辈热情拥抱 在一片掌声中 接过主持会议的围巾木锤 10月1日前荷兰首相马克·吕特 正式接棒掌舵北约10年的史托腾伯格 成为新一任秘书长 吕特担任荷兰首相长达14年 直到今年7月初才卸任 由于他在任期间 以出色的协调沟通技巧 避过各式各样的政治风波 多次成功扭转舆论 因而获得不占国马克的称号 史托腾伯格就曾夸赞吕特 具备优秀的人格特职 上任秘书长当天 吕特提出了三大优先任务 第一是增强北约实力 包括增加军力与提高军事科技创新等 因此需要32成员国投入更多国防开支 但因吕特自己在担任荷兰首相时 花了10年时间才让该国达到军费支出 占GDP2%的目标 所以国防支出议题成为他接掌北约后 受关注的重点之一 第二优先项则是加强援助乌克兰 吕特将支持基辅列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 在交接后的记者会上 他再度向各国强调支持援助乌国 指出虽然目前乌军在战场形势艰难 但各国依然不能放任 俄国进犯他人领土 其三是强化北约与欧盟印太等国的伙伴关系 由于俄罗斯长期受到中国和北韩支持 因此吕特强调了北约与纽西兰 澳洲 日本 韩国等印太国家合作的重要性 同时吕特也谴责中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 成为入侵乌克兰的决定性推手 另外针对美国11月5日的总统大选 吕特则表示 无论川普和贺锦丽谁当选他都不担心 尽管川普曾多次威胁 将不再保护国防支出不足的北约国家 又自卦保证可以与普清敲定协议 结束乌克兰战争 吕特认为还是可以与川普好好合作 自从俄国挥军乌克兰后 北约新增了芬兰与瑞典两个成员国 安全防线得以延展 但乌俄炮火依然猛烈 中东紧张局势也还在升级 作为新任秘书长 吕特显然不会有新工作适应期 TV越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